华航再度参加第129届的北美年度盛世玫瑰花车游行 此次中华航空花车以守护海洋为设计主轴 以一名潜水者悠游长阳于台湾沿海的海洋中作为主角 代表台湾爱护自然环保的努力与进步 与华航致力于环境永续的理念吻合 依呼应今年玫瑰花车主题Making a Difference 那么华航从1987年开始到2018年 已经持续32年参加北美玫瑰花车游行 其中我们也获得了26年的得奖 那么这一次我们在跟外交部还有交通部观光局充分的合作 我们华航花车不但为台湾曝光 也希望借着花车吸引全球更多的旅客能够搭乘华航到台湾 亲身来体验台湾美丽的风光 那2018年整个华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我们从3月25号开始开拓了洛杉矶另外一个航点 就是在Ontario 安大略机场 那我们一开始3月25号就推出每天一班的daily flight 都是用波音777来最新的航机来提供这个服务 本来我们的洛杉矶机机场也一样还是用波音777 每天还有一班晚班机 所以两点互相搭配 我想这个就是对整个大洛杉矶我们的华航的顾客 一个很诚恳的负责任的满足他们需求的承诺 那我也希望所有的旅客来多多支持华航 那大家知道今年是台湾的生态旅游年 明年2018是台湾的海湾旅游年 那各位看到后面这座花车的主题呢 也紧扣了这个元素 那台湾是一个海岛 除了台湾周边还有从龟山岛 绿岛 蓝宇 小琉球 澎湖 金门 马祖等等 各有各的风情特色 龟山岛的赏金屯 蓝宇的原住民文化 绿岛小琉球的潜水浮浅 那澎湖的海鲜美食双新食户 再加上马祖金门的占地风情 那这些构筑的台湾2018海湾旅游年的驻舟 那同时呢 中国航空公司也新开辟的安大律航线 即将在3月开始服务各位 那我们希望能够趁着这个时候呢 那一起推展台湾的观光 那以台湾的海洋作为一个主题 除了赏景 也有许多的水上休闲的活动 我们也正在跟许多的旅行社 还有我们的观光旅游业的伙伴 正在锦罗秘谷的包装各种新的游城 那未来会再透过各种的媒体宣传 让各位知道 那特别是住在东边 甚至于是菊郡 甚至于是森迪亚哥的民众 或者是朋友们都可以利用的 这个安大略机场的这条航线呢 能够更便捷的到台湾去旅游 华航参展的是全潮55尺 高35尺 宽18尺的动态中型花车 以海洋为基座主体 一位潜水者身旁有绿海龟 雷式蝴蝶鱼 红小丑鱼与群相伴 海底则是有多彩缤纷的珊瑚及海草 花车已丰富干净的海洋 显示人们对于海洋生态保护意识抬头 展现在自然环境中不取不挠的精神 及对自然环境的尊宠 花车由40余众生意盎然的花卉 植物等装饰而成 营造出台湾丰富自然生态 及壮丽海底风光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 绝合 绝合